Hello 大家好 又来到我NATCHAN谈赛马的时间 上次星期日提供的心水 在上一段影片已经回顾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回顾 也有说回上次赛日的备忘马 上次赛事的高速赛马表现不错 有点冷脚 这次赛事都有两个高速赛马 就是第四场和第七场 如果大家在《螢光幕》看不清楚 看高速赛马那段影片 大家就会听我独出的马名 CAN谈赛马的免费赛马频道 每次赛小提供高速赛马 和两只赛马蛋给大家参考一下 如果大家想继续支持免费频道 继续营运 可以经过Facebook Post 来到Blogspot 用Blogspot周围都有热面广告 如果觉得广告有兴趣 按下来看看 看多一些资料 支持我的广告客户 同样 YouTube视频之前有时有些广告 不一定按Skip it 或者略过广告 可以看久一点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左下角 按下我的连结 看看多一些资料 支持我的广告客户 支持我的广告客户 就等于我支持我NetChannel 再买一个免费频道 继续营运 今天第二场次 将会介绍第二场 第二场独赢的位置投注对象 和连赢的位置 Q打将会是 8号的宜昌飞区 8号宜昌飞区 和今场10号的 善传万里 都是上场同一组赛事的 输给保城智盛 这场暴触 抹断那段是爆得很厉害的 所以移昌飞区追不到 都不能太怪责他 本身保城智盛是挺有实力的 还有移昌飞区出闸那里 又是慢了一点 但是马也看到他自动走上来 史卓峰转抹入直路 亦都是马自动稳位 史卓峰都不用什么操控 马是很有竞赛意欲 很fit的 神播看到继续是fit的 今次转场 和善传万里都有同一个问题 转场 行不行呢 当然是一个问号 但是以他 连回在田草 1200米跑出的水准 我觉得这场赛事都挺稳打稳扎的 所以将他选他做毒人的位置 头主队长和练人的位置 是很胆的 三只配脚 其中一只当然要选上善传万里 上场你说 可能贴蓝筋前会好一点 他都是全程外踏走回来 都不坏 走回来 虽然我觉得走势没有善传 移昌飞区那么厉害 虽然他是赢债位之类之类 但是轮走势没那么厉害 但是好幸跑完上场 跑第三都减了一分 转场 换潘顿 可能档位要好很多 可能会跑高一点 所以 都是一只合理配脚的 全程外来 其余两只配脚 一号会长之星 这只马 今季表现就真的很失望 但是现在下来 这个叫做四班 希望他赚到一些级数 因为这只马 今季长期的三班 近仗真的很差 贵初还好一点 有跑过近 但是近几仗 简直是 都不知道在做什么事 输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马 但是这次下来四班 是他首次各族的四班赛事 希望我速度感 他比其他马好 所以 拍到迈 让他放 就要看看他自己的表现 那这些马 买一买 拖一拖 另一只就是 爱马剑 转仓初出 转到高通来 12档是难够 前场一档跑法 我觉得他跑得来 叫做 恰如其分 一档3.3倍大 严满输了 有四分三 恰如其分 即马能力是这么多 今次抽个12档 当然是难跑 但是同场对手 说真的 作战水准 或是近跡 都不是太多马 那这些马爱马剑 所以 这场赛事 投注策略 会是 8号 宜昌飞区 做独人及位置 投注对象 和8号 宜昌飞区 做连人及位置 Q胆 当我1号会长之声 3号 爱马剑 和10号 善传万里 希望大家 喜欢我这段影片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给个like 和给个赞 我 和分享 这段影片 给你的朋友看看 可以宣传我的频道 如果大家对我这个分析有意见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可以讨论一下 大家知道 其实是另一个渠道 发放一些临场分析 每场赛事 10分钟前 也有说 移宜不过 预计习前落飞 场地形勢 和剧烈动态等等 如果大家有兴趣收到这些信息 可以来到我Facebook page Netchannel 订阅 订阅 或者来到我的字眼 post留言 我会尽快 读一些 关于临场分析的讯息 给你看看 看看你有没有兴趣 去到最后 希望大家来到我的YouTube 频道 Netchannel 订阅 订阅 和订阅 订阅 新片 有一个notification 或者通知 大家知道 多谢你支持 下集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